国际焦点来看到 以色列国会昨天通过了新法案 禁止联合国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 在以色列的境内 以及被以军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运作 这个法案呢 也引起了美英德等国的谴责 以色列呢 还宣称联合国的救济工作署是恐怖组织 指控部分的职员参与了哈马斯 去年10月突行以色列的行动 那么联合国的东耶路撒冷难民 救济工作署 其实在过去70年 是在以色列的境内 包括东耶路撒冷 加萨跟约旦河西岸 展开救援行动 不过现在却被以色列喊咖 恐怕会对加萨走廊的平民 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充满了